委屈了這個戴資穎做經濟艙之後呢 我們看到我們的蘇貞昌講 當然啦 選手是主角 官員是配角 這有問題嗎 選手真的是主角嗎 你記不記得這張照片 在二零二零年 我們看到當時蘇貞昌有沒有 到這個 到這個選手集訓營去 幫大家加油打氣 最後一定要拍照片 拍照片之後 他老兄就站在最前面 唐鳳站在旁邊 所有的選手在後面 給他伸手當背板 請問一下這張照片 有人就說是有多缺鏡頭 我們的選手真的是主角嗎 到底是主角嗎 這是二零二一 對不起寫錯了 二零二一東京奧運奧林匹克會 中華臺北隊蘇仁昌 最近拍的這張照片有沒有 所以嘴巴講的跟做的不一樣 就跟大家嘴巴說要打高端 但是做的不一樣一樣 好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張題 我們這張題要講什麼呢 導播給大家看一下 講的就是螺絲鬆了 或是根本沒有囉嗦 我們臺灣現在變成全世界的笑話 這樣子委屈我們的選手 是誰要上戰場 誰要去比賽 誰要為國爭光 是這些官員們嗎 但是官員的待遇好得不得了 我們的選手呢 吃住各方面都不好 你看看在二零一六年 巴西里約奧運的時候呢 當時就傳出巴西的食物不好吃 所以當時各國各國怎麼做呢 日本對耗自二點五億日圓 幫選手蓋了溫泉區啊 你知道日本人很喜歡比賽玩 運動玩去泡溫泉 他們還嫌巴西的溫泉不好 自己弄了一塊地 自己挖溫泉給日本的選手 今年怎麼做呢 把握他們是主辦國的優勢嘛 他們根本不住這個選手村 他們直接住在賽場旁邊 另外給他們一個專門的地方 那麼韓國也是 韓國在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出動了十四人的廚師團 專門幫韓國選手做韓式料理 然後我們是要吃便當 然後今年怎樣呢 今年又擔心福島食材 蘇仁超你有想到嗎 還有日本福島食材的問題 我看到我們選手的便當裡面 好像有這個鮭魚 有魚之類的 選手村附近設計一個公餐中心 從韓國把這個食材直送過去 二十四名廚師 四年前只有十四名 這次不夠 二十四名廚師 美國當然大國有錢嘛 美國怎樣 NBA球星夢幻夜 根本不住選手村 他們包了一個豪華的遊艇 1992年喬丹領軍 對 豪華遊艇 就停在這個李悅熱內盧這個旁邊 然後選手直接去住 那個豪華遊艇裡面 然後很心酸的問 那台灣勒 那台灣勒 我看到有個選手說 我們台灣都是要怎樣 自己帶鍋子加泡麵去 因為食物吃不慣 就這樣 那為什麼會鬆成 這個螺絲鬆成這樣呢 我們的總統二零一六年公開承諾 結果承諾跳票 現在還要再拗 怎麼拗呢 告訴大家 總統承諾沒有跳票啊 二零一六年的這個李悅帕運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七年等等 我們參加什麼波蘭世界會 這個教練跟選手都是做商務艙 但別忘了二零一六年的商務艙 是澳會主席林洪到他自己捐的 這也基本上跟我們的政府無關 所以介大使你來談一下 你的國際經驗比較豐富 我覺得真是丟臉丟到國外了 為什麼呢 之前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的行政院 治安匯報也不開 就治安出了問題才發現 你會該開的不開 然後食安匯報也不開 就食安出了問題才發現 也是一樣代值嘛 現在又被發現 體會會也不開 該開的會有一年半沒有開了 你相信嗎 一年半本來上面就有明文規定 雖然這個字很小 我給大家念一下 本會以每兩個月召開一次為原則 必要的時候還得召開臨時會議 就通通沒有必要 一次都沒開一年半以來 這不是代值嗎 這個就是一句話了 就是民進黨會選舉 會鬥爭 會查水表 可是就是不會做事 他做事就是做到這個樣子 而且他還把原來的基礎 會給他搞垮 那現在說實上 你看人家韓國 日本 這只是幾個例子 各國都是這樣子的 對他的運動員 是呵護被制 那你看剛剛那個蘇貞昌 那個官威 他到哪裡他都要訓人 他那天大概心情還好 沒有把幾個運動員抓起來考說 你這個什麼 你這個自己 這個有幾個 那個有幾根的 然後沒有抓起運動員來修理一下 已經算是不太正常了 所以現在在民進黨的領導下 這個做官的 享受都是第一 老百姓你動則得救 所以你看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社會都是一個 任何一個點都是一個小縮影 那今天我們的運動員是一個小縮影 他其實是這個社會的一個大縮影 不只是只有這些運動員 現在被搞成這樣 其他各個地方都是這樣 所以蘇貞昌是什麼會都不開 因為為什麼 開會就表示什麼 是共同來決策 他不開會就怎麼樣 我一個人說了算了 你們這些人老是來跟我建議這個建議那個的 然後這個有意見 那個有意見 一開會都是頭痛的事情 所以他就不開啊 你看蘇貞昌這個 你看多少會 多少會不開 不開會就表示是什麼 他一個人決策 那今天會造成這樣子的事情 什麼這個也震怒 那個也震怒 其實就是打了蔡英文一個耳光 因為蔡英文自己在當著 現在這個當聽說 當時的這個這個 這個體育所署長也在場 蔡英文講這話都在場 怎麼會今天搞成這樣 蔡英文2016年 講的那個事情 但說實在的 蔡英文開過很多很多拔蠟票 但很多拔蠟票開得很大 什麼健保改革等等之類 因為票很大 最後呢大家隨他講 但是這樣支票 實在是小的不能再小了 有沒有 這選手還不到一百個人 也不過就這幾十個人 只不過是做商務艙而已 這麼這麼小的一張支票 你兌現很困難嗎 一點都不困難 但是顯示他完全根本不在乎 這件事情 那麼現在都要再補 就要這個什麼叫懺悔 要這個彌補 所以你看到沒有 我覺得這也是過猶不及了 今天親自講 有些選手 總統講 總統就關心到選手的床 這也很特別 有些選手不習慣床墊太軟 就買新的 有些選手希望有空氣清淨機 或循環扇 也立刻提供教練們 有飲食需求的時候 由代表處來協助搜集菜單 這個總統一講話 我的媽呀 體育署 趕快找助理代表處 去去去 去買床 去買空氣清淨機 小平議員 我覺得這也是大概史上第一次吧 我是運動員出身 我是台灣的三分球紀錄保持 大學明星球員 然後那個時候 我想這些人就是壞了 運動員就是撩背一格 是樣板 那個我30年前的時候 現在叫球隊經理 以前叫球隊管理 那時候在中華隊 瓊斯杯 中海大戰等等 你知道那個時候 我要管那個錢 跟藍鞋申請補助款 你知道一個球員 每天練習五個小時 早晚請假這樣練 一天補助款 零用金150塊新台幣 你絕對會瘋了 多少年前 30年前 30年前 比一秒高 比一秒高 然後呢 現在那幾個照相 真的是笨死耶 你要弄年輕票也不懂啊 我跟你講小袋 現在那個空主道那個小欣欣 那個文資雲有沒有 然後舉公的郭慶純 這三個很可能拿金牌 你就在院長旁邊 你連作秀都不會 真蠢耶 對不對 笨死人你知道 這三個你知道有票嘛 他們是面對 中紀念不太認識 不認識他們 不重視嘛 根本不重視這個 然後1992年 喬丹領軍的 他們坐飛機是包機去耶 哪裡坐什麼經濟艙 商務艙扯這個 而且你知道 話是這樣 這幾個 我認為 我們不要搞民粹 我那個林宏道啊 蔡成威 然後幾個三四個 以及體育署的副組長 是那個官最大的 四個人坐商務艙 沒有問題 商務艙有三十個位置對不對 對 然後你坐什麼人不該坐 那些顧問啊 去玩的那些小官啊 十一職等的啊 那個教練啊 教練要下去比賽嗎 今天那個打A力沒得血栓 坐經濟艙你將會得血栓 以及至少手腳伸展不順嘛 影響成績耶 有沒有概念啊 這沒有人有專業 然後綁腳的那個訓練 那個那個 綁腳的那個訓練師啊 也做商務艙 就是簡單講 綁腳的重要 教練重要 還是這個會得金牌的重要 腦袋是有洞你知道嗎 選手的腳重要 還是綁腳的腳重要 綁腳的手重要 我這樣講好不好 根本就一群體育的蠢貨嘛 這些人哪裡懂體育 然後你今天喔 你今天坐那邊 而且長久 你知道為什麼這個現象 我跟你講啊 選手永遠是地位 是最卑下的 最大的官 署長 再來現在金牌選手 替中華民國可以拿金牌選手 竟然連綁腳的訓練員員都不如 不是 這到底誰在管體育 我覺得他快瘋了 因為我們是運動員都知道體育是怎麼回事嘛 怎麼可以這樣幹 我再講一個很可憐的事 柯文哲幫了一點忙 我給他節目稍微稱讚他一下 無星國小在幾年前 無星國小取得中華民國的那個 女子少年女子籃球 到北歐去打 差30萬 你知道從家長會會長 從老師 從教練 到球員本身都是 12歲的小女生 在夜市啊 擺攤 賣雨傘 幹嘛 籌措機票錢 那他們無星國小的家長會會長打給我 我就打給了鄧家基 打給了柯文哲 市政府撥了30萬 才湊足機票錢 才可以去北歐 不要再去賣雨傘了 我跟你講 哪裡誰在關心運動員 一到了選舉 搞政治的 這些人就出來了 然後哪裡把運動員當人看嘛 這個時候又買床 又找什麼廚師 我跟你講這些都要 這些掀起床的都要先飛到日本去 然後全部搞好 臨時搞得到 這一次 哪裡這樣搞的啦 搞不到的 很多選手應該蠻感謝戴志穎的吧 他們大概從來沒有想過 哎呦 我竟然可以壞人床 哎呦 我還有空氣清淨機 還有1450 以前大概想都沒想過 兩手撤了 這邊總統副總統院長說全部道歉 到了部長到署長 另外 民進黨發動1450 哎呀戴志穎大小姐脾氣啦 然後這個什麼貓不是狗不是啦 什麼鞋也不行啦 衣服也不行 網球是一個左右移動 你知道那個是很迅速的 衣服太緊很難打 第二個戴志穎是大小腳 他是金牌之所系 你連他大小腳都不知道 你一定要叫他穿指定的牌子 指定的牌子無法提供大小腳 十一住行都沒有照顧好嘛 會起泡流血 十一住行四個什麼都沒有 鞋子是第一重要 那你不照顧金牌選手的鞋子 那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之前還看到一個 這個跆拳道的國手 他179公分 他就說他那次是去巴西里約 熱內盧嘛 他說做完那個長途飛行 幾斤遞倉 站起來之後整個腳都是腫的 他跆拳道 是這樣子 腳都抬不起來 他光去恢復那個 要花好長的一些時間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就完全就是 完全不是體育思考 環境不容許亂搞的 權威的一個概念 對啊 緊接著我們要請這個署長 特別來講一下 但是日本看起來 好像有點危險 到現在為止累計九十一人確診 選手村的防疫泡泡 可能已經破掉了 病毒擴散到社區 但通常按理來講 過來比賽的事前 應該都打過疫苗了 是不是 那為什麼現在這個情況 還這麼嚴重 我們現在也會為我們的選手擔心 雖然他們兩劑都打完了 因為現在這個是 全世界共同的困擾 也就是說打疫苗跟檢驗 都不是百分之百的 打了疫苗 它是預防你生病 然後呢 預防重症 預防死亡 可是生病大家記得 很多疫苗 連預防生病 它可能只有60% 所以它還是會傳播的 那檢驗的確也有假陰性 當然是有檢驗比較好 會幫忙找出一部分 但不是全部 那再加上他們在管理上 那日本的疫情 並沒有在這個東奧之前 把它就沒有清零 就像台灣這樣 它還留下來一堆病例 那外面也來 你自己社區也有 那而且還選手也有放出去 所以它都沒有很嚴密的這個管理 各位真的要注意 傳染病就是傳染病 只有0跟1的差別 你有1 你就可以變成125 可以變成1000多 所以日本現在是非常困擾 所以他們現在甚至於講說 還不排除說 如果疫情擴大的話 那你該做什麼樣的一個措施 意思就是說 停辦 該要停辦就要停辦 這是沒有辦法 我們不可能要求一個運動員 說要去比賽 然後冒著他的危險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英國也是這樣 以色列也是這樣 他都打BNT 打到全世界最高比率 還是不能夠放鬆 然後大家混來混去 所以為什麼清零很重要 我們台灣本來 都已經降到各位數了 而指揮官還繼續宣稱 說清零不是目標 你有這種不清零 你降到各位數 你還不趕快趁機清零 那急著再喊回解封 急著再解封 那你不是零啊 就開始擴散了 字幕 grâce用來自民建的 周三